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艾德罗伊斯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格什曼 14日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 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 比恐怖主义要严重得多 也在同一天 美国总统川普与主要贸易顾问开会 讨论有关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 并定于星期五6月15日对外公布最终 加税清单 6月15日是中共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生日 美国之音报道 格什曼在上述讲话中说 中国向全世界投射自己的经济 军事力量 威胁将专制国家模式扩展到全世界 而这一威胁比恐怖主义要严重得多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爱德罗伊斯也在听证会上表示 民主政级即可威 他呼吁 面对这样的威胁 我们最好醒过来 现在 该听证会的同天 川普总统批准了对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该关税行动针对的是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 以及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惩罚手段 另有报道称 与美国此前公布的针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的出示清单相比 修贷后的清单稍微变短 一些产品被增减 特别是科技产品 中共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称 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 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没有正面回答中方有何反制措施的提问 美国如期加征关税之前 川普对媒体表示将采取强有力的贸易管制措施 可能会让中国感到不悦 韩美朝鲜日报认为这一说法暗示贸易逆差问题将独立于朝核问题另行处理 而法广在报道中分析说 习近平虽然赞扬了川金会取得积极成果 但强调解决朝核问题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习近平虽然表达了中方坚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 但似留下不少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暗示中方可能利用朝核问题拿捏美国 以经济支援全力拉住平壤 不让朝核问题一步到位 而是把朝核问题 同中美贸易战 南海 台海问题捆绑一起来制约美国 6月15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年满65周岁 如果说500亿加贞关税清单 公布日偶然与习近平胜日撞上 并非精挑弃选 那么6月12日的美朝峰会 却被认为是刻意的安排 许多网友注意到 6月12日的川金会有一个特殊的考量 1987年6月12日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 比根曾在东西柏林交界的布莱登堡 门前发表了最著名的演讲 推翻这堵墙 呼吁苏联领导人格尔巴乔夫 推翻布林墙 有4万5千名观众在场观看 比根在演讲中说 这堵墙终将倒下 因为他经不起良知的考验 他经不起真理的追问 他经不起自由的期望 这堵墙终将倒下 梦想终将成为现实 面对所有阻挡自由 构筑谎言的墙 我们都应该发出同样的呼喊 推倒这堵墙 网友江利根与川普联系到一起说 20世纪与21世纪 两名美国总统分别对阵 社会主义阵营的 戈尔巴乔夫与金正恩 比根讲话后过了29个月 柏林市民拆卸了围墙 苏联不久后也结底了 拆掉围墙成为东欧巨变的重要因素 而今年6月12日川普会晤 金正恩并达成协议 随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韩国访问时重申 美韩日三国坚持朝鲜完全 可验证 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美国希望朝鲜在2020年 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前 裁剪主要核武 从6月12日算起到2020年美国总统换届 差不多也是29个月